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五位明星的弟弟baby弟弟是学霸,最帅的却是赵丽颖的弟弟。 娱乐圈最不缺少的就是帅哥美女,这也让大家开始好奇,这些长相出众的明星这等是纯天然的吗? 其实这个问题只要看到明星家人的长相,大家心里就有数了。 今天就带大家盘点一下,娱乐圈女明星的弟弟,Angela B.B.和杨帆。 出道以来,Angela B.B.就一直被外界质疑整容,但是只要看到弟弟杨帆的长相,就能知道Angela B.B.的美貌基因,很大可能就是天生的。 两人的五官轮廓,简直是从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前几年,杨帆还因为考上了南京大学登上了热搜,妥妥的学霸一眉。 2012年,她还客串了姐姐的MV都要微笑好吗?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范冰冰和范诚诚。 范冰冰和范诚诚这对姐弟的演绎之路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2018年,范诚诚通过偶像练习生顺利出道,并在姐姐范冰冰的光环下,得到了巨大的关注度。 然而,几个月之后,范冰冰就因为偷睡问题,风平一落千丈,至今复出未果。 而范诚诚也被姐姐连累到名声大爹,演艺事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陈慧玲和陈思汉。 陈慧玲的弟弟陈思汉也是学霸一枚,毕业于伦敦大学。 家境优渥的她不想子承辅业,而是选择和姐姐一样到娱乐圈闯出一片天地。 眉清目秀的她,在帅哥云集的娱乐圈也很出挑。 出道以来,陈思汉在浙江版西游记《十二生肖传奇》和《佛际公二》中都有精彩的演出。 然而,小有名气之后却被曝出家暴女友的丑闻,之后就彻底销声匿迹了。 梁永琪和梁永俊。 很多人不知道梁永琪有一个双胞胎弟弟,两人出生只相差几分钟。 两人虽然是同一天出生,但是性格却完全相反。 姐姐梁永琪开朗阳光,弟弟梁永俊则非常沉稳内敛。 弟弟长相也十分清秀,很多表情都和姐姐神似。 梁永俊也是一个学霸,在国外留学学习理工专业,目前已经回国发展。 赵丽颖和赵建飞。 赵丽颖作为当红的流量小花,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外界的关注。 2016年,赵建飞举办婚礼,赵丽颖作为姐姐现场送她手链和脚链,寓意两人手足情深。 同时,赵丽颖弟弟的真实容貌也暴露在了公众面前。 大家惊讶地发现,赵建飞完全不输娱乐圈的明星,如果要出道的话,也是当红小生级别的。 赵丽颖史前统计最全古装神言,绝对前所未有的绝美。 出场次序不按时间排序。 2020年主演的古装剧《有匪》,在剧中饰演侠谷柔情,极恶如仇的侠女周匪,这是她产后复出的第一部剧。 2015年主演古装仙侠剧属山战记之剑侠传奇,在剧中饰演睿智聪颖又带点邪气的魔女玉无心。 2017年主演的古装剧《楚桥传》,这部剧成为了中国内地首部在播期间网络播放量突破400亿次的电视剧。 2013年主演古装神话剧《追鱼传奇》,在剧中饰演机灵可爱的鲤鱼金红铃,这嘟嘟的小嘴果然很可爱啊。 2013年,主演古装剧《陆真传奇》。 2011年,出演古装剧《新孩珠格格》中饰演情儿。 2015年,主演《仙侠》《巨花千古》这部剧创造了中国内地周波剧收视记录,也是它获得精英女神奖的重要作品,同时也在娱乐圈占有重要地位中稳稳的磐石。 2015年出演《大汉情缘之云》中歌,饰演百合。 2016年,主演的古装玄幻剧《青云智》,她在剧中饰演清澈灵秀的魔女碧瑶。 2012年,在古装爱情剧《公所珠莲》中饰演冷艳大放的《十九福晋》。 2018年主演《古装社会家庭剧之否之否应是绿肥红兽》剧中饰演的后门主母圣明兰美貌聪慧,坚强独立,虽因环境所迫而掩埋锋芒,却最终成长为了影响家族兴衰的关键人物。 一路统计下来赵丽颖的作品真的是太多了,有的一年下来四、五部而且还都是电视剧,真的是太累了,所以才受到广大网友的喜欢。 统计的不知道有没有遗漏?请领导们指正看完了国民甜心赵丽颖演的戏《论神仙演技》,我知福他。 光阴荏染,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你是否还记得呢? 但俗话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一部好剧扣动了你的心扉,展现出自己梦中的世界,一个演员的角色诠释了理想的自己,相比这样的美剧,如此棒的演绎者,想必在大众心里应该是难以忘却的。 例如珊珊来了傻白甜白领女孩,追于传奇中为爱情放弃化身成龙的鲤鱼精,花千古为爱成魔的小谷,楚桥传不屈于命运的楚桥等等。 一大波电视作品深受观众的喜爱好评,国民甜心,收视小主赵丽颖坚入人心。 那在这些剧中,赵丽颖使用了哪些必杀技粉倒众人呢? 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盘点汇总一下吧。 教科书是花样哭,情绪表达恰到好处。 而到了追于传奇中的一幕,长发厚披,吊坠式的头饰,一看这衣装扮就应该是一个乖乖可爱,涉事不深的女孩。 如此美女子这样哭起来,不免给观众一种我见有脸的感觉。 恰到好处的反衬出鲤鱼精红灵入室太浅,宛如出水芙蓉一般清心呆萌。 也是赵丽颖在楚桥船中一个枯戏镜头。 楚桥躺在床上因内心痛苦,想哭却隐忍,双眼紧闭,两唇紧敏,小脸都憋出了红韵。 这种哭完美地展现出了楚桥这一角色性格的刚烈坚强。 让观众也不禁可怜赞赏这个坚强的奇女子。 演技到位,收放自如。 我们经常在看电视剧的时候,能看到不少朋友在下面吐槽,说是主角眼神空洞没有感情。 这点当然是重要的,要不又怎么说眼睛是心灵沟通的窗户呢? 这是赵丽颖饰演的最令人胆战心惊的角色照片。 至于这部剧是什么,小编就不透露了,留下给你们猜猜看。 照片中,光是这身装束,大家就应该明白此角色非同一般, 再看一下这双凤眼,给人一种你敢动我试试,我让你死得无形压迫。 对此眼神,小编佩服给满分。 而在花千古中,赵丽颖后期黑化后的样子则是一身飞红, 就连头发和眼影都是红色, 甚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小谷眼睛里燃烧着一团火焰, 尽管这只是一个侧颜, 但是眼神里透露出的不是仇恨而是浓浓的爱意。 小编表示一身红衣,一个眼神却令人改观, 在下甘拜下风。 可言可甜,嘟嘟嘴。 要说赵丽颖可爱萌戏的扮相, 最令观众讨喜的则是嘟嘟嘴。 好奇的嘟嘟嘴,就像在追于传奇中经典的一幕, 李渔精拿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玩意, 左看看又悄悄满脸好奇, 一下不小心就露出了本性, 鼓起的小鱼腮帮子嘟嘟嘴, 可爱至极。 看来赵丽颖在扮演此角色可是相当透露, 时刻记着自己是一条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